好 那這應該就是外機的最後一集 那我們之前講過 你的外機安裝的不好的話 就會導致它比較容易壞 比較耗電 現在經過這麼多的案例實測之後 我已經找到最好的外機的安裝方式 但是其實這個安裝方式 大部分都沒有辦法去做到最好的安裝方式 所以這個也還是要看地形 好那我們先來看這裡是公寓五樓的頂部 那這個外機都是裝在這個女兒牆的下方 那這樣子會導致什麼樣的狀況呢 當熱氣一散出去對不對 其實熱空氣會往上升 所以基本上這個安裝方式 我們也不能說它錯啦 但是其實還可以更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有一個遮雨棚的架子 你裝了遮雨棚之後 你的熱空氣往上升 就會被這個遮雨棚給擋住 所以我之前那一集外機安裝的方法 其實還有幾點要補充的 首先第一點就是你的頂部的這個空間 我認為最少要有25公分 那為什麼要25公分呢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考慮到的一點就是 這個後面這個是冷凝器 這個冷凝器有鋁片有銅 所以它需要散熱 那這個冷凝器啊 它會變熱之後 藉由風扇往外吹出來 可是我們也還是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熱會不會往上升 所以我之前有一集 這邊有貼那個什麼隔熱值有沒有 其實後來我想通了 當這個冷凝器啊 往上的時候 你貼了這個隔熱的 那是不是你也把它的熱留在裡面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當你去擋掉這個太陽造成的熱的同時呢 其實它也另外一部分 會去阻擋它內部的散熱 所以是有好有壞的地方啦 所以如果我們要裝遮雨棚 也並不是不行 我們要離這個外機的頂部 至少超過25公分 這個才是最好的狀態 不然之後這個師傅要維修 不好維修之外 也會造成它的 因為散熱不良 所以耗電也就會增加 那如果是老柯我裝呢 我會裝在哪裡 其實我會裝高一點 我這台外機啊 冷凝器的部分 至少會有四分之三在上面 在女兒牆上面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首先我們先看到 旁邊其實比較空曠 旁邊比較空曠 旁邊比較空曠 所以變成說這邊的風啊 這邊的風往這邊吹的時候呢 它可以幫助它散熱 它可以幫助它散熱 所以其實是比較好的一個安裝方式 所以你裝低跟裝高呢 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裝高的同時呢 那又會有一個問題點了 就是你的這個冷凝器 會去被太陽照射 所以說實在的話 你不管什麼樣的安裝方式 都有好有壞了 了解吧 所以這樣子的安裝方式 其實已經非常OK了 非常可以 只是說它少了一個空氣的流動性 如果今天它可以阻擋太陽的照射 它又可以有增加這個空氣的對流 讓外面的這個空氣的對流 可以去幫它利用空氣的流動 讓它散熱變得更好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安裝方式了 那右邊這邊的空間一樣 我們要有留這個工作的空間 那很多的外機的前面 可能會有一些牆壁還是一些遮蔽物 這個千萬不要這樣安裝 了解啦 之後至於它的這一邊的側面 有20公分其實就已經很棒了 那最主要還是後面這一段距離 後面這一段距離 它離牆壁越遠越好 首先我們先強調 離牆壁越遠越好 因為我發現它只要離牆壁越近 它的散熱就越不好 你買的變頻冷氣 它就會變成非常的耗電 了解意思啦 所以這邊它一定要越遠越好 最好是把這一台冷氣 把它擺在這個空地的正中間 這樣子的安裝方式絕對是最好的 絕對是最好的 但是基本上很難這樣安裝 所以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只是說我們要因地置疑 去選擇一個最好的安裝方式 這樣子 對於它的外機的散熱越好 它也就越省電 那它的壽命也會相對的變得更長 這樣子 那今天這一集就在這邊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空調小的是老科 我們下次見掰掰 你可不可以 谢谢大家